说完树梢杀手武装直升机 咱们再把目光放到太空里 说一说是太空武器 而一提到这个词 可能很多人会想到前不久上映的银河护卫队 在那个影片当中 多次出现一些太空飞船大战的这种影像 但我们讲这毕竟只是电影当中虚幻的场面 但是美国人似乎已经通过一种行动告诉我们 太空武器正在悄然的走入现场 飞了近两年之后终于是重返地球了 那么对此外界甚至说连美国媒体都在猜测 说X-37B这就是美国秘密研制的太空战机 那么X-37B会不会跟这个好莱坞科幻大片当中 所描述的太空武器一样呢 两年的太空旅行它究竟都干了些什么呢 2014年10月17日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范登堡空军基地机场 一架X-37B原型机在经过近两年的太空飞行之后即将返航 几分钟后一台精密的光学设备率先捕捉到了X-37B的身影 令人感到意外的是 X-37B没有像宇宙飞船一样打开巨型降落伞 而是放下起落架 并像一架喷气式战斗机一样降落在范登堡空军基地的跑道上 被美国视为高度机密的X-37B由美国波音公司制造 重约五吨 从外形来看 X-37B像一个锈针版的航天飞机 它由一个外部火箭送入太空 降落时又像普通飞机一样 在传统跑道上滑翔 X-37B长8.8米 高2.9米 一展4.6米 大小和一辆小货车相当 可以搭载一颗体积不大的卫星 一旦被火箭送入预定轨道 X-37B就会张开折叠式太阳银电池板 为货舱内的设备提供电力 据悉 这已经是X-37B第三次完成太空飞行任务未来 第一次执行任务 X-37B载轨224天 第二次任务载轨时间延长到了468天 而第三次居然在太空停留了675天之间 对此美国的官方解释 仅仅是为了测试X-37B的耐力 然而外界对于这种说法并不信服 有外国媒体报道说 X-37B的第三次实验 很可能是用于测试太空武器 或者用于监测间谍活动 除此之外 美国媒体对X-37B的真正用途 也进行了多番猜测 其中包括 X-37B是可以摧毁他国卫星的空间战机 还可能是从空间投放核武器的空间轰炸机 甚至是一个巨大的空间间谍射想机等 而早在X-37B第二次发射时 更有媒体报道称 X-37B的第二次放飞 恰逢中国发射天空一号 其目的很有可能是监视中国空间战 那其实我们都知道 作为X-37B来讲 如果说它想形成真正的一种攻击能力 那首先要搭载武器 那么有消息说 X-37B未来将会搭载非常先进的激光武器 激光武器是利用定向发射的激光束攻击力标 快速而进去 如今美国已经成功试验以波音747发射激光武器 摧毁300多公里外的一枚导弹 而对于这种威力巨大的新式武器 美国军方认为 在太空中拥有这样一束死光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事情 为此有报道指出 尽管X-37B目前还属于低轨道航天器 但其具备的太空作战潜力仍然不可小觑 如果X-37B真的是作为美军太空武器雏形而生 那么X-37B在接下来的改进中将很有可能会搭载激光武器 从空中投下一枚炸弹 其威力最多毁掉一座厨房 而部署在1000公里外的地球轨道上的 功率为20到30兆瓦的激光武器 如果对地面连续发射50秒 则可以立刻引发大火毁灭一座城市 据外媒报道称 这一部仅仅是只在科幻小说 或者科幻大片中才能看到的景象 如今激光武器正逐渐成为美国的主要作战武器 我们讲根据外媒报道 美国反复对这个I-37B进行验证 就是在为空天飞机作战概念研究来提供这种支持 那么除此之外 也有媒体援引之前的一些美国航天业内人士的话说 美国其实还有一项代号叫太空怒火的一个绝密计划 这当中就包括到2040年将会实施在太空部署首搜太空核动力空天母舰 并且要建立空天舰队 2007年6月 美国空中作战司令部进行了一次非同寻常的模拟未来战争的电导军演 演习中美军假想的敌对方准备对美国实施一场珍珠港式的偷袭 然而就在两国的导弹即将点火的刹那 美国空天母舰突然释放出数架空天战机冲入大气层 并连续投射精确制导武器 短短五分钟 美军假想敌地下指挥所 地面防空阵地等重要目标全部被摧毁 这场堪比好莱坞科幻大片的军演中 空天战机无疑扮演了主角 并震撼了在场的所有军事高官 有在场的军官甚至发出感叹 即便是当前赫赫有名的B2隐形轰炸机 及其携带的远程导弹 也必须花12到24个小时才能完成此类任务 而空天战机竟在短短两个小时之内 就能抵达全球任何地点 并轻易躲过敌方常规防空力量 而更令人震撼的是 这样的空天战机并不完全是美国五角大楼的空想 据美国媒体报道称 X-37B很有可能就是空天战机的雏形 除此之外 另有报道称 与X-37B同时存在的研发计划 还包括猎鹰超高音速太空飞行器 X-51A计划等 不仅如此 美军还有更大的发展设想 据有关媒体援引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 前美国航天业内人士的话说 美军有一项从未对外公布的绝密计划 代号为太空怒火 其主要内容之一 就是2040年左右的太空轨道上 部署一到两艘核动力空间飞行器 然而 这也使得不少军事专家担忧 美国如此不加限制的急于发展太空战力 势必会引起其他国家的恐慌 很有可能会掀起新一轮的太空军备竞赛 那要是这样看来的话 未来战争的硝烟很有可能会烧到太空 而在此前 咱们中国跟俄罗斯其实也做过一定努力 来阻止太空实现军事化 X37B空天飞机秘密试飞成功 一小时内自外太空打击地球任何地点的 极超音速飞行器投入试验 天机化的机关武器可以攻击太空飞行器 和用于反打等等 种种迹象表明 美国正在不遗余虑地 扩大自己在太空的现有优势 而在这种背景之下 中国与俄罗斯曾在日美瓦裁军谈判会议上再次联手 向会议提交了新的 防止在外空放置武器 对外空物体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的条约草案 呼吁人类不要将太空这片净土 变成军事武器试验场 极力维护世界和平 而美国却对中俄外空非军事化提议保持接默 对此有专家指出 美方的这一态度实际上是企图降低舆论 对外空非军事化的关注最终使其边缘化 有专家指出 美方这种极力维护自己太空军事优势的做法 很有可能会将外层空间变成一个火药桶 而如果美国把天机武器系统部署到太空 只会激起更多国家发展天机武器 从而引发一场大规模的太空武器竞赛 据美国媒体报道 X37B将于2015年进行第四次太空飞行试验 面对美国高速太空武器的日益成熟 势必会对未来战争产生巨大的影响 但为了人类共同的家园 我们不希望看到战火弥漫到太空 但愿X37B的研发真如美国官方所言 他的出现并不是用于军事目的 更不要破坏世界的合作